美国时间7月6日,特朗普政府声称,将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即将正式生效, 不管其中是否还会有变数,中国的反制措施,早已准备就绪,严阵以待,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,7月5日晚,刊发国际瑞评指出,美国最想打贸易战的,可能只有民粹总统特朗普,贸易沙皇莱特希泽和中国威胁论炮制者纳瓦罗三个人,再过一天,也就是7月6日,美国声称对中国340亿美元,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将正式生效,中国已经严阵以待,届时必然会综合使用数量型与质量型措施,进行对等反制,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,既然是战争,交战双方必然都会付出代价, 所以,中国不愿打贸易战,也不会开第一枪,因为中国深知,贸易战没有赢家,一旦中美开战,最大的输家无疑是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民众, 但是,在美国,有三个人并不这么想,因为,在他们心底里,维护美国的绝对霸权,实现个人超级权力,谋取个人私利,远远超过美国企业和民众的反对声,远远超过全球民众的利益福祉,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,内核缠斗,政策混乱早就不是新闻,比如,在对华贸易问题上,既有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,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首的强硬派, 也有以财政部长姆努钦,商务部长罗斯为代表的温和派,还有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这样的摇摆主义者, 经过几轮缠斗,白宫里的强硬派已占据上风,目前,由特朗普、莱特希泽、纳瓦罗组成的白宫铁三角,正一加征关税为手段, 对所有被他们认为占了美国便宜的贸易伙伴们挑起战火,中国是其中主要目标,这并不令人意外,就特朗普而言, 他出身商界,为博选票,他竞选时大打民粹牌,将矛头对准中国,声称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, 他要帮美国人拿回来,入主白宫以后,他所有政策的基石,都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, 以最大程度拢住选票,巩固共和党今年11月在中期选举的优势地位, 顺带为自己竞选连任造势铺路,因此,美国过往的所有内外政策都要服从于他,而不是他要遵循这些政策, 这样,中国自然成为他兑现承诺的主要战场,他要利用所擅长的商业领域和交易艺术,成就他让美国再次伟大, 为实现这一点,特朗普必须寻找志同道合的占有,于是,有着美国贸易沙皇之称的莱特希泽, 以及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纳瓦罗,进入了他的视野, 莱特希泽所与纳瓦罗蓬勃涉徒, 莱特希泽是美国301调查的主要设计者, 曾参加过20多个涉及钢铁、汽车和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谈判, 并以1985年主导并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而依据成名, 早在1999年,莱特希泽就公开宣称, 中国加入WTO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, 并指责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华让步,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, 莱特希泽始终冲在最前线, 他不满足于中国就贸易平衡问题达成的一项性协议, 更直接施压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, 妄图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。 至于纳瓦罗,在2018年之前,他从未到过中国, 虽然他早年主要研究电力和能源, 但并不妨碍他凭借二手资料半路出家, 拼凑出中国威胁论, 以及几本把中国视为假想敌的书。 这十几年来, 他狂热地钻研中国威胁议题, 并因此进入美国政坛, 频频在美国联邦调查局,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, 美国国会等机构攻击中国, 并最终成功地引起了特朗普的关注, 成为其最重要的政策顾问之一。 至此, 美国仅有的三个想与中国打贸易战的人, 走到了一起, 原因也很清楚, 特朗普眼里只有选票和党争, 贸易沙皇来和希泽, 渴望再创辉煌, 著作等深的纳瓦罗, 则希望能将他十几年苦心炮制的假设议题付诸实践, 三人因此一拍即合, 各得所需, 于是, 人们看到, 在美国这场对华贸易战中, 三人的角色分工是, 特朗普担任总指挥, 推特是其发布命令的冲锋号, 莱特希则充当前锋, 不断推出所谓中国贸易壁垒的报告与证词, 纳瓦罗则是军师, 他那本致命中国一书, 正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政策支援, 作为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坚定支持者, 白宫铁三角对维护美国霸权达到了狂躁状态, 都信奉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, 但他们对中国都不了解, 都有偏见, 这也就注定了他们都有致命弱点, 特朗普毫无打贸易战的经验, 想靠生意场上的欺诈和极限施压来制服中国, 无疑是自不量力, 莱特希则虽有广场协议的成名作, 但是, 中国不是日本, 2018年也不是1985年, 他所拥有的经验与手段已经过时无效, 至于纳瓦罗, 虽然他炮制得如何应对中国经济侵略理论看似唬人, 其实是纸上谈兵, 美国主流媒体与专家普遍认为, 纳瓦罗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原因一知半解, 不得要领, 比如, 纽约客杂志称纳瓦罗的观点, 不仅过度简单, 而且错误, 危险, 卡托研究所则指出, 纳瓦罗专栏文章中, 几乎每一个段落, 都包含事实性错误, 或者错误的理解, 刚刚过去的7月4日, 是美国独立日,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,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, 美国一直奉行的自由贸易和开放社会政策, 今天已被特朗普政府完全推翻, 曾令美国国父们骄傲的传统价值观, 正被白宫铁三角颠覆并数之高阁, 现在的美国, 正不断滑向公立主义与封闭社会, 有人称之为美国没落的开始, 那么, 这是, 谁知过?